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分享这款 好种不长虫子 口感又好的小宝石生菜 这款生菜在我们佛罗里达最佳的种植时间是在 1月份到4月份或者是8月份到11月份 把它播种在可以给予6小时以上的日照里 50到55天就可以收获了 4月我用直播的方式播下了这款生菜 如今已经可以收获了 昨晚与灵芝们分享了我的成果 今天早晨我们就用这款生菜来做一个生菜色拉 这盆色拉的灵魂就是我自己配置的健康 美味的色拉sauce 首先我们把摘回来的生菜清洗干净 然后因为我们是要生吃的 所以我们用白醋把生菜进行消毒 然后再把生菜掰成一小段一小段的 这里我们要用到的食材是 蔓越莓干和烤熟的核桃和芝麻 把核桃掰成小块 挑中等大小的白洋葱和苹果 取四分之一块把它们磨成泥 这里的苹果我们要用口感甜的那种苹果 接下来我们来调制色拉sauce 把准备好的苹果泥 洋葱泥 半勺白醋 这里的白醋我用的是酿造的白醋 一勺海鲜酱油 一勺海鲜酱油 熟芝麻 搅拌一下 然后再淋在生菜上面 把酱油和生菜拌匀 再加上蔓越莓干 和熟的核桃碎 再把它们拌匀 再把它们拌匀 这盆健康美味的生菜色拉就完成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哦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您为我点赞 订阅和转发我的频道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请你在下方留言 我会尽快的回复你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